没有了世界冠军教练金之炫的现场教导 这次歌通被快速拿下了 即上次法国赛两人交手后 这次中国大师赛 两人在首轮再次交手 戴姿赢基本没有什么压力 甚至完了起来 让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感谢观看 上半局 戴姿赢在十分短暂的时间内 就达到了领先八分接近局限的程度 但这时候戴姿赢开始完了 直接把主动拳给了歌通 基本都在给歌通后场的进攻机会 让他很快就接近追平 还是最后戴姿赢抓住机会 扑球打在歌通的身上 终结了歌通的夺分 然后再次准备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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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代直接选择了后场的拉掉 在对方想要调动往前的时候 代资影再打对方一个搓手不及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下半场 代资影基本都是靠着高远球的后场拉掉 以及突然的进攻和往前的调动 一系列操作下来 稳稳保持住优势 顺利地拿下第一局 可以说此时的代资影 更剩以往的代资影 有了独特的线路 更加难以针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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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打拉掉 这次尽量是用着往前的技术 在后场的头顶区 基本都是直接批杀进攻 这样依旧保持着大领先优势 进入的局限 进入的局限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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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两个假动作 顺利地拿下首轮的比赛 中文字幕志愿者